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勇 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 1月22号在北京审理 许志勇的辩护律师告诉本台记者 律师和许志勇本人在法庭上保持沉默 他们以这种形式来抗议法庭违反法律程序的做法 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举行的这场庭审 持续了6个小时 下午4点结束 许志勇的辩护律师张庆芳告诉新唐人 整个过程完全是检察官在场读缴戏 他和许志勇都保持沉默 警方制作的证委证员 又放了一些视频后相 这个庭审就结束了 去年 许志勇等8名新公民运动人士 因为公开举牌示威 要求中国官员公示财产 呼吁维护农民公子女兽教育权利等 而被警方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 正式刑事拘留 这些抗议者包括赵长青 丁家喜 李卫 张宝成 马新立 侯心 圆东 但是法庭拒绝将他们跟许志勇同案审理 丁家喜和李卫的辩护律师王兴表示 法庭这样的做法难以做出公正判决 中国法律明确规定 共同犯罪的案件必须在一个法院并案审理 王兴表示 他们此前也进行了控告 也向上级司法机关进行了反应 但是法庭拒绝8名被告同案审理 面对法院违反法律的做法 律师无能为力 只能在法庭上以沉默抗议 之后将辩护意见向全社会公开 张庆芳说 他对许志勇的辩护意见是无罪 但是他认为 既然法庭审理都这么不公正 判决也不会公正 按照所控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这个罪名 最重的刑期可判5年 王兴律师透露 丁家喜的庭审 已经被通知延期到27号 至于他们是否也会在法庭上沉默抗议 他说还要跟当事人沟通 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他表示 既然法庭这么执意的违法审判 相信无罪判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 法院门外一大早就有大批警察戒备 不许记者靠近或拍摄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个报道小组 遭到身着便衣的警察驱赶 美国有线电视CNN的记者麦肯锡 在推特上发文说 他在法院附近遭到了推散 拘留 设备被损坏 6月20多名支持官员财产公事的访民 到法院外声援要求无罪释放许志勇 也遭警察抓捕 而来自美国 欧盟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 十多名外国驻华外交官 来到一中院试图旁听 但被拒绝 此前 美国国务院 欧盟驻中国使节 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 纷纷对许志勇受审表达关注 促请北京释放许志勇 国际特赦1月21号谴责说 中共当局即将对8名反腐活动人士的审判 是虚伪的行为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 21号也指责中共政府 没有顺应民意进行政治改革 以及在掀起反腐运动的同时 却打压反对腐败的活动人士 Viva 双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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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对三辈这儿